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来看一下吉隆坡甲级联赛 吉隆坡为这儿的一个小组赛B组的败者组决赛由星辰对战VG 星辰查大师对战VG的比赛这是双方B3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查大师是拿出了毒狗这个英雄 TB被搬了的情况下毒狗这个英雄肯定是配月琪了 这个查大师这边别想了 直接把月琪掏出来就可以了 这场比赛拿了腐王 那么腐珠也没有去配沉默术士 因为沉默术士被搬了 沉默术士被搬掉的情况下 他们选择拿的是狮王加上一个毒狗 那么VG这边拿的是死灵法师 霍兰之园和暗影萨满 他树下巴我就动在下狙击你 这场比赛如果说星辰赢了的话 如果星辰赢了的话就没有下一把了 好吧这把赢了的话我也得赶紧休息 10点多了 这场比赛打完了怎么也得分之11点多了 我今天就直播了13个小时了差不多 果然是拿出了露娜 拿出露娜的话 VG这场比赛是掏了个小歪出来 这个英雄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也是很少出现 而且这个英雄其实胜率是很低的呀 其实这个英雄胜率真的是很低的一个英雄啊 VG在第四手就掏出了小黑 取决者的小黑吗 这又是一个速推的阵容 速推的阵容在中单的位置上 需要防的英雄好像是有点略多 因为这场比赛从班人来看的话 星辰那边其实没扳掉什么远程中单 从VG目前这个阵容的配合速推角度来讲的话 龙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他们还是选择搬掉了蓝猫 大叔露娜打蛇伴能弹射吗 露娜打蛇伴可以弹射周围的普通单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蛇伴跟蛇伴之间不能弹 感谢白色稀土的半卡 当然也有可能压根就不能弹了 因为我确实记不清了 太久不打了 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太久不打的一个缺点 自己打的太少 好多你们问我的这个问题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需要有可能去测试的东西 我真的只能去测试一下才高兴 VG在最后一手搬掉的是听根 然后掏出来了一个Lina 没有选择龙骑是 这个阵容前期刚不住 要被星辰这边冲脸冲死了 看看星辰选择要去拿个什么英雄 这样比赛看龙娜的BKB出来的时间吧 星辰这样比赛可以补一个带团控的英雄 但是他们现在带团控的英雄 补在中单的位置上不好扑 而且中单这样比赛要面对一个小黑光环 去带的Lina的话 这个线上确实压力很大 小Y加小黑的光环 Lina加小黑的光环 包括死云法加小黑的光环 前期攻击力都太高了 这帮人 星辰这样比赛 就是前期如果说能够依靠灵活的一个分路 还有线上表现的比较出色的 打出优势来的话 这样比赛很快就可以把这个BKB给带走 我还是说卡尔 卡尔这英雄不是不行 但是我觉得卡尔这英雄拿出来的话会黑 换了一个思路 换了一个思路 拿了一个冲脸的英雄 没有带团控的 没有用团控的冲脸 选择是用这个TA的免伤 TA的一个高免伤和高爆发去冲脸 也是个办法 双BKB冲脸VG就凉了 因为这个阵容 VG的团战 他的一个拉人的这个技能 会被对方毒口救 两个BKB冲上来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 VG的整个阵型给冲散 但是也要看这场比赛 前期VG的一个对线情况 能打到什么份上 尤其是欧瑞的丽娜 能不能够去打得赢这个 若离的一个TA TA对丽娜的比赛 最近咱们也是见了很多次 这种对决 大部分情况下是 TA占优 个别情况下 丽娜可以打出来一些不错的效果 他说配小黑的话 丽娜看起来是打物理吗 其实丽娜这个英雄 不太需要出物理装 他就正常出装就可以了 选个狼人会不会好一点 直接BKB冲小黑和火女 选个狼人的话 这场比赛不太好 狼人没有高免伤 他不像TA有一个高免伤 然后爆发也比这个狼人要高一些 虽然说感觉好像狼人 去冲这个小黑的脸 会更加舒服一点 但实际上 这场比赛如果你拿一个狼人的话 谁去打狼人是个问题 你要是交给若离去打狼人的话 你塞拉去打 塞拉去打什么 塞拉去打罗娜 然后但是我说法了 抱歉 如果要是让这个塞拉去打狼人的话 你若离就得去打这个月琪了 那你谁去怎么 这个中单怎么分 你拿狼人中路去打这个丽娜的话 对方这种无远程阵容 你怎么看这个狼人都不好发挥 在前期 就算六级有了变身 可以去冲对方的脸的话 由于狼人是比较容易 跟自己的队友脱节 即便就是你后冲脸 对方在撤退的时候 也容易跟队友脱节 再加上自己这个阵容 其实打断技偏少 对方的霍兰之缘 远程一个拉的话 还是挺难受的 再加上小Y还有一手变狼 小Y也有一手拉 这场比赛前期 星辰能不能够去 遭得住对方的这种 多远程 多远程高攻击力的这种 线上的一个耗血能力 以外加上一个死灵法 前期在线上 看看能不能站得住线 死灵法站住了线 然后呢 自己的装备 能够起得稍微快一点的话 他的装备不落后 那么实际上比赛 VG在打团战的时候 就很好打 死灵法是往前头一站 对吧 死灵法往前头一站 然后自己身上出个天神头筋 你TA冲我的脸的话 我就用护照 然后乐器开大的话 我就开底 就开底子 或者开自己的天神头 你父王如果跳猴我的话 我就一群队友 直接把你的父王点死 VG这套阵容体系的话 比较担心的是 对方TA和乐器的双BKB冲脸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期 如果线上没打出优势来的话 就有可能要被 这个星辰滚血球滚死了 VG这套比赛 是线上必须打出优势的一个阵容 看看 父王要不要去抢对方家的神服 好像是没有去 没有去的话 那么这个神服 星辰这里 狮王抢到了一个 nice 竟然抢到一个 那战斗双方 还是各自一个双坡开局 下路不会放单吧 应该 后乱之园 现在再往下路 再溜达 小Y是T也去了 小YT也去了的话 小Y跟这个 408两个人 后乱之园 这个前期 应该是选择来中路 去挂一下 也不挂了吗 看这个走位也不挂了 也是回到了这个上路 后乱之园 跟小Y这两个英雄 从前期对这个 欧瑞这样比赛 一级选择生的是一个光机阵 没有选择去生这个龙破绽 直接是光机阵 加上这个被动 这里弹一下 这里光机阵空了 光机阵没有中 这里再弹一下 nice 再弹一下找机会 再弹 没有弹到 没有弹到 不过这个位置现在很好弹 但是丽娜这边 因为前期加的这个攻击阵 TA也是比较小心 这个走位 费琳娜点的也是比较难受 看来欧瑞这个打TA 还是有点想法 前期是直接加了23技能 没有用1技能去耗血 尽可能多的利用攻击阵 去威胁对方TA的一个走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 下路费的小Y呢 这样比赛是前期打的比较偏 一个店家一个平A 不过感觉要被粉队单杀了 这队友奶一口 自己吃一个魔瓣 再给一个平A 再吸一口 这磕达药 往下绕 磕达药 让P&A在这个位置走位呢 去掩护一下 然后回来以后又看见了这个分队 但是这个分队现在还是很雄啊 承担这个欧瑞 要注意走位啊 这个要注意走位啊 热梨现在在中路这个TA打 丽娜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 已经把这个丽娜打得很残了 目前这个状态 王在上路呢 现在是在断兵 但是霍兰之缘这个英雄前期 他的这个平A 配合小黑黑的光环 一个加成的话 打到斧王身上的话 这个斧王还是有点难受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成功 这边被单杀了 没有能够成功的去断兵 那么这样的话 看一看星辰 这场比赛在这个下路 塞拉这个位置也死了 VG这场比赛 前期的这个高攻啊 这个攻击力是真的高啊 真的高 小黑这个霍一级的时候 七十分钟就也 加上这个小黑的光环 现在二级已经有了八十多攻 已经有了八十多攻 这个时候分队选择是送野了 没有去送对方的塔 感觉有点危险 选择是送野 这丽娜又是一个 光级战打中 NEC线上打斧王要忍大 真心补刀还是去A斧王 然后看斧王是断兵 还是战线 王要是断兵的话 你对他呗 这丽娜 哎呦我去 丽娜 这波一个单杀 这波若离也是有点僵硬 然后呢 哎这个 偶尔 偶尔这波送塔 其实送的还算可以 没给对方TA的 没给经验 也没给这个范围金钱奖 可以接受 这里追着 现在应该 看这个减速的效果 应该是个二级的 冰箭感觉 这里一个冰箭减速 这里不追了 不追了 再追没什么意思 这地外还要再追一下 这个毒狗 吃一个魔伴 这个魔伴回头准备 去给对方吸血 这洛莉娜 这块一个光机阵 打中以后呢 再用平A 在这里再给上一个龙破斩 破掉这个若离的折光 开始给一个平A 再加一个光机阵 然后再加一顿风光的平A 就是要耗你的血 打得好凶啊 这个莉娜 这里上路波波卡又是被直接射死了 虎王呢在这个树林里边也被冰箭减缩 这个位置 虎王二级有一级点灯一级的转 并没有这个吼啊 那么这样吧 也是被射死了 5比1的一个人头数 看看现在星辰目前的一个对线已经是被压穿了呀 现在只有中路的TA靠着自己的一个技能优势和英雄的一个优势呢 目前暂时还保持着一个补刀上面没有落后 其他的现在已经是有点难受了 越骑下路 实际上越骑的这个下路 现在大家看的话 补刀虽然说是没有落后的太离谱 但是现在拿对方的这个死定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接近一个三路崩盘的一个情况 感谢白色稀土的办卡 看到毒狗 毒狗这个位置又要被射死了 哎呀 这个无远程打的现在 王现在也是努力的在打的小野怪 身上双原盾 拿着两个原盾想要去断兵 但是断不到啊 这个断兵现在断一次死一次 不过抢了一个赏金神符还可以 TA现在在中路 目前身上只有一个天鹰剑 然后开始去做甲腿 丽娜现在的补刀数是 跟这个TA是差不多的 死灵法目前在下路无解肥 越骑完全挡不住这个死灵法 主要是狮王 这个英雄前期不太适合去打死灵法 前期打死灵法比较适合 像是这个 像老虎啊 像是小强啊 等等这些英雄 看经济其实没差这么多 最关键的是你要看时间啊 6分钟差2000经济 这个已经很离谱了 类似营法下路 为对方三个人 激火来一波 尸王墓碑立起来以后 两个人先把墓碑A掉 这里也 这个 哎呦 这个魔法 一口直接奶满了 还要反杀 这样拉着我 尸王这波凉了 这个没办法 波波卡这个位置 应该是可以走得掉 对方这根应该是没技能 哎这个地外干嘛 地外这波冲上去送的吗 这波真的送了呀 这个地外 没有这么上的呀 他应该是以为自己的队友也要跟着往上走 这个位置看了毒狗 毒狗现在没有蓝 完全没有蓝 这里一个垫 垫死 双落地以后拿这个皮铁羊没有办法 哎 这个皮铁羊简直啊 这死灵法师 这哪是死灵法师 整个一个凑牛王啊 这个 这里又是给上了一个死亡卖冲 又带走一个毒狗 9比3了 人多说 你再一个死亡卖冲 然后这边给一个斩 直接斩死 我的天哪 这个皮铁羊 啊 这个地 哎 漂亮 漂亮 这位置皮铁羊刚好是在开优魂护照的一瞬间 被塞拉给上了这个月光 直接给秒了 那么这样呢 人多来到一个10比4 VG现在在这个下路 是打出来了一个巨大优势 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目前皮铁羊的经济是3300 刚才由于被这个月旗杀了一波 所以月旗的经济是追上来了不少 要没有这一波的击杀的话 月旗的经济也崩了 他杀掉了皮铁羊给了600块钱的情况下 他给了600块钱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现在是3100 如果没有这600块钱的话 你可以想象他这个经济有多惨 这波感觉要死 替月旗这个TP也在CD 你睡一下 睡一下 然后直接拉住 死灵法上来一顿输出 这个方法 敌人呢 再接着给合击 死灵法接着追 再给一个死亡位冲 一个平A呢 得扬住 再一个死亡位冲 一个平A 最后是被小Y给一次了 上路 这个位置 哦 漂亮 上路这波星辰是击杀掉了拒绝者的一小黑 这里应该是官家 是武王的吼 不出一百了 官家是武王的吼 定一下位 然后武王吼住 直接击杀掉 让人多数来到11比5 目前双方的经济差是一千多块钱 经济差没有拉开太多 中单的这个 Lina现在的经济 有点惨 有点惨 Lina有点没办 打这个TA确实太吃力了 Dia'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ia'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还是保持在差不多两千 Lina现在身上的装备呢是在做自己的橡尾鞋 这里炸一个减速出来 不过中路Lina这个位置表有被弹了一下 还是有点疼啊 这个弹一下家人一个这个陷阱还是打掉了不少血 但是这地外要不要睡 还没有睡 自己队友人不够 只有他跟死灵法两个人的话输出不太够 小Y不在控制也不够 现在皮鞋羊身上是有这个大招的 要稍微注意一点自己的血量 这里应该是有想法 想法 但是这个狮王在附近一直在不停的找机会 而且TA一直在自己家里面在打钱 小Y是插出来自己的蛇伴 这个蛇伴好像感觉变蛇肉了 完全好亏啊这个蛇伴 TA在自己家里面是留住了一个地外的后缆支援 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上路的这波蛇伴插的是什么鬼啊小Y这是 血亏了一个蛇伴这波 给了对方这个独够很多钱 这样啊前期VG的现优现在已经是被自己这个 送没了 这种阵容很容易出现在推掉对方某一路的一塔以后 然后出现比较迷茫的一段时间 不推这个一塔的话还好 一旦推了对方的一塔就容易出现迷茫的情况 比如丽娜也是没有选择上 为什么 这个琳娜为什么不选择上呢 刚才TA身上并没有变化 霍乱支援当时身上也是有吸的 为什么没上呢 这里大招定住小飞 月期上来直接开大 然后过来把小飞带走 这里关了一个小Y以后呢 小Y也要被猴住留住 nice 一个斩车斩死了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这么打一起都啊 感觉VG熊子气少了呀 熊子气少了呀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呢 是不到一千 VG这边这个小黑体系 到目前来看 还是只有死灵法一个人比较肥 小Y这里第二个大招插出来 拆的是中路的一塔 得开一个塔房拖一点时间 贴把兵线清掉 然后开始去吃蛇肉 顶部被插出来 留住一个皮结羊 皮结羊这波被留住以后 再给上一个游光定一下 接着吃蛇肉 小Y 小Y这个英雄拿出来真是 其实推进的话 小Y这个英雄在现在这个阶段的 现在这个版本的一个 一个节奏里来说的话 小Y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推进的选择 容错率太低了 这个英雄 得独狗关一下 这里后乱追啊 给上一套技能以后 这里若黎被打死 狮王也被打死了 这波打的好像是有一点点伤啊 自己的队众全都走光了以后 TA跟狮王两个人仍然是在这个塔后 一直在犹豫 觉得对方这个时候不可能留太多人 结果没想到后乱支援的一个拉 加上小Y的一个拉留住了两个人 留住以后完成一波击杀 这个时候看看下路 赛拉 这波怎么说 脱节了一波 不过现在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越奇的经济已经补回来了 TA的经济现在也还说得过去 小黑的经济 目前的发育情况呢 也算是正常 小黑这英雄因为前期杀钱本身就不是很快 人家团战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收人头的技能 就是一个慢慢去刷起来的一个英雄 装备方面 夹腿天鹰戒 加上魔龙枪又是必备品 前期也没有条件去做任何刷钱装 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经济位置也算是比较有 算是正常发育 基本就是正常发育的一个小黑 VG刚才中路的这波很关键 如果不是在中路这波拆掉了一塔 击杀掉这个TA的话 他们这个节奏就有可能真的要续不上了 这里由于不断的TA在扔这个陷阱 利用陷阱来去拖时间 发现对方人的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VG的一个进攻并不是很好下手 塞拉在上午一个人刷的米兹兹 并没有人去抓他 因为距离对方的是一个二坦 对方除非是两三个人一起TB回去去抓这个乐器 否则的话是抓不到的 但是如果这样去做的话 如果一旦没有抓到就更亏 但是就利那一套技能打到火王身上 但是后续的技能并没有给 里飞的的小Y临死之前插出来了自己的蛇伴 乐器选择直接开大充脸 小黑这个位置跟这个乐器硬怼 感觉有点怼不过 但是你这个不怼的话 这里队友还是比较给力 队友是比较给力以后 看一下若离是利用自己的蛇光加跳刀 逃了一波 现在拖打保护出来了 拖保护出来了 等兵线 皮铁羊在前面稍微顶一顶 因为斩死一个人以后自己状态回了很多 那么接着拆下落二塔给拔掉了 这波打完以后人多数来到17比10 VG现在是拿下了3000的一个领先优势 而且大哥位的经济现在并没有被TA拉开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有TA的阵容 有TA的阵容的情况下 TA的是不是能够去拉开对方大哥位的经济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还是劣势的一个指标 但是现在若离的TA的经济现在只排在全场第二 而且跟月琪差不多 跟对方的莉娜也差不多 比这个死灵法要穷很多 这个就不好打 小Y这个英雄现在他不是很适合 不是很适合去跟对方就是打这种推进节奏主要 还是因为蛇蚌这个东西太好打了 两下一个 然后对方即便就是幻象也是两下一个 再加上小Y的这个蛇蚌除非是A帐 对吧你A帐蛇蚌的话 否则的话这个输出还不是特别的吓人在游戏的前中期 不过这张比赛VG呢拿的毕竟是一个无远程 这狗王一跳跑 吼住 狗王的墓碑离一个高台 这小Y指的一个拉 好远的一个拉啊这个 先拆对方的这个墓碑和眼 先拆墓碑 这个墓碑奶一口 小黑再接着打 没视野了 没视野了 高达的这个真眼的视野时间有限 让他上路的一塔是被这个丽娜给拔掉 最后是把这个A丽娜一个大优势带走了一个分队 独狗利用自己的后续技能是烧死了一个地外的霍卵支援 不过自己的上路一塔仍然高破 墓碑也被拔掉 露娜在中路带了一波中路的一塔 在等对方下路的人露头 露头我就回来接着拆 露头我就接着拆 这叶开了一个塔房拖了点时间 因为这边也有塔房 一塔刚被推了一个塔房出来了 我选择是一张 哎这个TP取消了 这个TP取消掉了 取消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蛇伴又是变蛇肉了 你看这个蛇伴太好被打了 现在方箭是 这些反骨都没成功 被这个投入车 被投入车跟这个蛇伴一块合击给打掉了 这样上路二塔高破 蛇伴全部被拔掉 VG目前拿着4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领先 中路的一塔还是被月奇给拆了 18比11的一个人头数 TA的这个经济拉不开差距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小医生的我斧王现在已经是有了跳刀 加上先锋盾 而且在作为是刃甲了 现在TA在游戏的17分40秒 拿到买出来了自己的跳刀加转 按灭 速度其实不算慢 讲道理的话 这时候开悟 哎呦小黑加上这个 小歪条比赛的第一件装备直接做 这个意思太厉害了 对 莉娜找到这个毒狗大招给上 直接秒掉 这个魔爪拉住一个月奇 一个斩给上来 以后直接斩死了月奇 70多秒钟的时间 TA现在这个条到外面 拿到手以后 还是正面团不敢上啊 控制太少 他必须要加BKB才行 现在这个TA冲上去的话 被对方小歪 你一冲上来小歪 哪怕你第一目标找的就是小歪 小歪直接给你个变羊 你就没得了 没BKB的话 一个变羊直接羊住 这个TA就是在人群当中等死 除非斧王先手能找到小歪 但是小歪这个站位的话 现在他不需要站得很靠前 他只要能在团战当中的时候 把自己的大招 远远的插出来 然后呢利用自己这个 以太的一个技能的射程优势 不断的去放技能就可以了 茶队的新中单 感觉什么英雄都会点啊 这个选手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 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这个选手没有特别明显的绝活英雄 他所有的英雄 就常规的中单英雄都会用 但是胜率呢没有特别高的 就是从他所有的英雄 这个胜率统计上来说的话 都是在50%到55%之间 55%的都很少 一般都是52% 53%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个别中单英雄是40% 然后他所有的英雄里面 胜率最高的 就是在使用场次上面 有足够说服力的一个情况下 胜率比较高的英雄是TP 所以说这个选手他的终端 就属于是那种什么都会点 但是呢 没有特别的绝活 这样就可以了 小医生这个地方 选择直接一个TP 跑一嗓子加防 然后直接TP回家 Coin for me 这波过来秒一波PT羊 PT羊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开启自己的这个英雄护罩 选择还是准备要铲写再开 这个人好像就没有用 不知道为什么 在CD 月琪在中路 又是找到机会 杀了一波这个小歪 这样的话 瞬间是打成了一波 一换三 丽娜在这个中路 河道过来以后 是利用自己的一套三 一套TD二连吧 感觉吧 直接就打死了 月琪这波感觉 直接被TD二连就收了 丽娜这样比赛也够毒的 也出了一个魔龙枪 丽娜的射程本身就远 出一个魔龙枪的话 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一个无伤去耗坛 暗叔忘记毒狗的时区进化了吗 哦对 忘记了 刚才我有没有 刚才的证毒狗大这个事我给忘了 忘记了 忘记了忘记了 他在这边给上了一个光击战 但是并没有中 并没有中 看一下小Y过来扬柱 依娜开始给输出 拉一手呗 拉一手呗 这个位置 拉一手不要去省技能 小技能没有任何必要去省 小Y现在已经是有了跳刀加上以太 这个先手控的距离有点略远 而且最关键就是他的这个羊跳羊的话 他这个跳羊的话 帖也有点倒 这又是拉住了一个斧王 好远的控制距离 这里再A掉你的墓碑 呃 VG现在 这这么快就逼了一个路纳 呃 毒狗的一个买活了 路纳又是跑到了上路去带线 呃 现在兵线呢由于都不是很理想 下路的兵线在几方一塔处 中路的兵线呢则是在河道附近 现在VG的这一波虽然是杀掉了对方的斧王 拆掉了墓碑 但是还是上不了高 再把兵线推过来的话有一点慢 TA的经济现在是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但是优势仍然不大 越骑的经济现在比小黑还要穷一点 上海方面呢 BKB还差一千块钱 现在星辰就看这两个大哥的BKB第一波了 因为这双大哥BKB第一波一定是他们出来主动去求团的 并且一定是没有流买活的一波 如果他们在这个BKB第一波打疯了的话 至少是要掉一路的 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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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過來去找這個賽拉 賽拉這波是在繞 還在繞 藏在樹林裡面 選擇這個箱子都走不掉了 已經 瘋狀呢 瘋狀呢 不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失誤有點 這個失誤有點過分了呀 這個 這個失誤真的是有點過分了呀 這個不是看不到啊 怎麼可能看不到啊這個位置 小黑都開始射欠了 你跟我說看不到 你會騙我呀 完了 TA的第一波 TA的BKB第一波沒有開出來直接被秒了 不是 這都小黑都開始在那兒站的原地都開始射了兩架了 你跟我說這個Lina看不到 你就別騙我呀你們 我這解說比賽少 你們不要這樣 不可能路過之後沒視野的呀 你小黑都開始在那兒射箭了 一直在一直在輸除 這波露娜是拿到了自己的 BKB了 上一波大概沒有BKB呀 剛才在手裡被抓的那一波 F留住了一個 屍亡 小黑我去這個輸出 我呢 直接射了 第二波又是完成了小黑一波雙殺 這樣的話 被斬死的這個TA突破時間很長 到現在還沒有突破 現在BG已經領先了一萬的一個經濟優勢 星辰這場比賽到現在來看的話 由於買活方面都沒有 這個買活方面都沒有買活 所以這個中路現在沒有人敢第一時間硬上 要等自己的人騎 等人騎了以後 毒狗有一手救人的情況下 他們上去打的話 還有一點自信 好多話就真的是只能看著對面拆 但是皮革羊這邊已經是掏出來了一個直衝點 這裡接著拆 小黑現在這個引刀加上魔龍槍 攻擊力200多 子靈法師攻擊力160 差不多 這裡小A把舌頭往那一插 只能看著對面拆 好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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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海龍洗玉領班六下會的小飛碟 太空旅行卡棒棒棒和星星 非常感謝 這波中路高地呢 無損高破 所有人呢 選擇回來了 這個吼吼了一個幻象啊 這裡越騎開BKB 開大要反打 皮革羊這個位置被秒了 被毒狗的一個大爪給到身上以後呢 開不出來技能 決定者這個位置呢 看看堆堆走一波 被對方撒成粉以後 沒法開隱身 這貼BKB上來一刀直接秒掉了小黑 對方這裏又是流動的一個幻聚員 完美 一波完美團 完美團打了一波零換三 而且逼了一個死靈法的一個買活 不過死靈法這波買活其實並沒有什麼用啊 皮靈為什麼要買活呢 海龍是格鬥區主播 我是粉絲團 哦 歡迎歡迎 歡迎你 携帶你所有的粉絲團來我這兒看刀的 哈哈哈 但是這把有的翻嗎 有的翻 小黑體系容錯率比較低 有翻是肯定有的翻的 有翻是肯定有的翻的 翻是肯定有的翻的 我剛說完他無損爆破一波一路線 就可以追出來一個零換三 還逼了一個買活 蛇鬼 小黑裡邊準備是去吹一仗 一旦身上帶著寶石 大飛對一家人通常加寶石 嗯 現在視野方面 心團要開始遭重了 啊 大家說小黑一仗什麼效果 就是射出去一劍 打到第一個目標以後呢 分裂成兩劍 分裂出去兩劍 每一劍是 呃 這個第一劍的50%的攻擊力 小黑體系不是容錯率高嗎 小黑 五眼城的小黑體系是沒什麼容錯率的 我現在的聲音按道理說應該不小的 我嘴都已經貼到我的麥克風上了 因為聲音再小的話我就有點無解了 難道我要換個麥克風了嗎 我們都去看看麥克風的問題吧 實在不想再給換 再買個新的麥克風 我這個麥克風有多人 寒麥直播 感動了 大叔用了什麼牌子的麥克風 不知道呀 話說好像明天雙十一了是吧 還是後天呀 我是不是可以趁著雙十一 買一個 這個原價 原價五百 雙十一變成一千 然後打五折的麥克風呀 後天雙十一 其實差不多 好像現在買跟雙十一的價格也差不多 就是原價五百 然後雙十一變成一千 打五折 大概就是這麼個套路 看一下這波星辰選擇進來偷肉山 而且馬上要偷掉了 其實我並不會去淘寶買東西啦 我基本上從來不在淘寶買東西 我都是去京東買的 雖然有很多人黑這個狗東二手東對吧 二手東也好 還是黑這個 京東的那個 就是價格老變對吧 但是像我這種買完了以後 從來不再去看第二眼的人 他價格變不變我也不知道 現在雙方的團隊經濟差已經被打到只剩五千了 一路的這個大兵對於TA和月奇這種貨來說完全沒有壓力的 超級兵這兩個英雄都是隨便守的 所以這個一路的大兵優勢基本等於沒有 不是不差錢 因為京東的售后跟淘寶的售后完全是兩個概念 不願意跟淘寶那費那麼大勁你知道嗎 這個VG這段時間他們上不去對方的高地這個其實是一個正常情況 因為月奇跟TA的兩個BKB充聯的話你現在是解決不了的 就這兩個人的TBBKB充聯小Y這個英雄等於沒有 然後小黑被對方一充臉就只能往後撤 所以說沒有任何的辦法 現在雙方的一個團隊經濟來看的話 如果按照這個建築物來算的話 其實現在雙方的這個經濟 大哥位的經濟他現在已經實現了一個反超 而且VG這場比賽並沒有在自己的絕對優勢期能夠去把握住機會 上高困難戶 上高困難戶太嚴重了這個實在是 這是雙方的敵人 對方的攻擊記得 一開始過分 這就是雙方的攻擊 因為現在的天童的書籍 有受到了 沒有質疑 購入 就在敵人生上升 现在VG的这个正面团 已经没法 没法往上钢了 在自己的绝对优势期 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然后把对方的这个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优势 在逐渐衰减的时候 也没有再利用自己的优势期 去搞很多的事情 导致被对方现在是抓住机会 一波接着一波的打 现在星辰只要自己不犯低级错误的话 这场比赛VG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点了 大哥位的经济 现在斧王虽然说是排的 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但是斧王身上有刃甲 斧王这一个刃甲就够这个VG 就扣VG一呛 吼住了以后一开刃甲 VG这边谁打谁怀孕 攻击力太高了 这边独狗用自己创造出来的 乐器两个幻象 直接就挖掉了一波远古 暗树你有操纵比赛 不会操纵比赛的呀 你放心吧 不会操纵比赛的 咱们专业解说好吧 专业专业解说 就不会乱奶的 现在虽然说落后十个人头 落后四千经济 但是你看VG现在 这个团战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机会 去主动跟对方去开团 这个时候是夜宴扫了一下 出来打了一波钱 就得用一个扫描 防止被对方抓 TA的经济目前是两万零八百 乐器的经济两万零三百 然后反过来看 小黑是一万七千五 丽娜是一万八千四 现在只有府王的经济 是落后的比较多 四号位的酱油 经济也快追上了 然后五号位的酱油 领先的很多 就是说现在的经济领先 这四千块钱 有三千块钱 是在五号位身上 有一千块钱 在四号位身上 然后还有这个五千块钱 在三号位身上 然后剩下的这个坑 都是两个大哥在填 专业解说 就说你想要多少刀片吧 华北地区第一刀片承包商 讲道理两个中国队 这个大比赛 我不可能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怪我吧 对吧 那我只好剧透一波了 这场比赛获胜的是中国队 职业解说就要敢于下判断 现在VG的经济领先优势 已经被蚕食掉 只剩三千 蚕食掉只剩三千 现在独狗加月琪 这个无伤却推进了塔 你看中路那一路大兵 跟没有 跟没有没什么去 PA上去两刀一波兵 两刀一波兵 然后就不用管了 月琪上去 A个三线弹一波兵 A个三线弹一波兵 然后就不用管了 冰箭自己就带上去了 毕竟只是大兵 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还是没有那么强的 一个推荐能力 这里独狗 就出来两个小黑的幻象 控制一下 职业解说样 就要敢于瞎盘断 现在VG的领先优势已经只有两千块钱了 经济领先 大哥位的经济坑挖的现在是越来越大 火轮居然现在身上就一发微光 小黑目前身上的装备是个分身加引刀 然后还是准备去戳一战 话说TA的强势期其实现在也在慢慢的消失 小刀BKB大推堆加上暗灭 再等盾 双方应该是会在下一个肉山盾去绝胜负 话说这个肉山要是不管的话 看一下TP的情况 TA这边没有TP TA没有TP不够BG 不敢上高 这就尴尬了 这个打盾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这里狮王选择的大招都开了 越骑回来控一发双倍 没滋滋 双倍越骑加上TA的减甲 打起这个招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TA这招带奶酪越骑带盾 感觉好像 有一个奶酪在TA身上 另外一个奶酪在富王的包里边存着 现在两个奶酪加上一个肉山盾 你们这是打算攒五个奶酪再上高吗 大叔一会儿还有比赛没 要看这辆比赛的结果呀 这一方 哟哟 刃甲一开 这队友睡一下这个小Y 小Y这个位置 王一个斩折斩死 王都已经BKB了 小Y被打掉以后 VG这边的单点控就只剩下一个后蓝剧元了 这辆比赛还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VG在对方的BKB出来了以后 死灵法的大招斩不死人 看在这这块一个斩 哎呦这个赌我的关啊 把TA的这条命救下来以后出来直接吃一个奶酪 这样的话这波是皮烈羊的感觉也是要没啊 能不能走得掉 TA跳上来以后两高 风筝吹一手 落地以后露娜被扬住了 露娜被扬住了 圣剑露娜 我去赛拉又来了 赛拉又开始了 分队这波是被打死 赛拉的露娜这里A两下 血量已经吸回来了 开着自己的这个 哎 这波又被睡了一下 打了半天没打着人 不过他现在的这个圣剑又被扬了一下 丽娜再打一套技能上来 再留 赛拉这波还没死 身上的圣剑还在 风筝吹起来以后 看一下丽娜身上的这个状态 也是比较惨 小歪过来拉住了露娜 这里对手关一手 创造出来两个幻象 这时候开始输出嘛 这被打掉入山盾 打掉入山盾以后 赛拉的这个圣剑一波 小黑则是跑到家里面去拆三路了 小黑跑去拆三路了 有点阴险啊 这波 看一下这个露娜正面团 丽娜又是打死一个 这块露娜的这个圣剑 感觉要没了 露娜的圣剑没了 我去 这比赛一波 峰回路转 好吧 跌宕起步 峰回路转 星辰输了 这样的话 VT扳回一场 我的天 我的天 好吧 那么咱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看到一块的 在拉满了 好蛋疼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 录到这里吧 录到这里 唉 唉 唉 我是不是应该下播呀 我擦 好憋屈 好憋屈 好吧 那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吧 那么咱们等待双方BO3的第三场 绝胜绝 我是桑王蓝说 咱们下场比赛见 好优优优独播 咱们下场比赛 好优优独播 咱们下场比赛 好优独播 咱们下场比赛